南岛市共華國修除了中市 學生的基本領域以外 也看電動員的客奧社團 其中投球隊的學生 沈平原以及羅允城 其實打敗全國選手 立選少年國修 後方為了要來鼓勵他們的努力 也特別來掌握這張學金 專家的打球動作 人家的安心 他們就是這次立選少年 投球國修的學生 沈平原以及羅允城 很難想像他們努力的動作 都是運用棒的時間來練習 不是隊友班 還有這麼好的表現 實在是這麼簡單 我選上少國要謝謝爸爸和教練 還有學校的支持 我打球六年了 每天都四點練到六點 然後各練練到七點 未來我會繼續更努力 從小就打 然後就覺得很有趣 但是選上國手很開心 很謝謝教練 還有學校 副會長還有會長支持 還有我的家長都很支持我 我未來會更努力的練習 光華國修和中央為了要來鼓勵 學生也趁著練習的時間 來高度救救世的方法 張學金 並希望學生日後 不要讓現實打敗 並要相信只要輕鬥力 在朋友也會有很好的表現 因為我們其實在一個 南投線的平商 我們要打敗全國的好手 然後拿到國手 這個這樣子的榮譽 其實對我們家長會來說 應該要給我們孩子 更多更多的 更多更多的鼓勵 也希望孩子們能夠朝這個方向 努力 然後不要放棄 光華國修特區 對新冠六年 並不會有出三位國手 這些學生 都是運用下課的時間來練習 跟同班相比 訓練的時間 是差很多 他們處理好 以及跟中央其他 這些小朋友 趕快也會有 很好的表現 我們沒有體育班 其實蠻吃虧 因為其實我們 訓練時間其實都是課後 就是四點過後 然後到六點 所以其實也謝謝家長 然後小朋友 跟我們校方這邊 對我們小朋友這邊 都還蠻關心的 每個孩子的一個成功 絕對不是偶然 是他們每天辛苦的一個 在教練 我們三位教練的一個 辛苦指導之下 所以也要謝謝 我們三位教練的一個 辛苦指導 更要謝謝所有 長期支助我們的企業 讓我們的做球隊 能夠持續運作 無論是在校內還是校外 小朋友都找到自己的興趣 雖然租完相對不做 但是他們一樣 能力拍出自己的一批天 繼續留意見 才能播動